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NFT系列叫做10KTF 那有在玩NFT的朋友 其实对于这系列应该都非常的不陌生 他从去年9月就发行到今天 应该大概快9个月吧 其实我之前就非常非常想介绍这项目 但因为他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最近因为熊市时间比较多 我就想说来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介绍给大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现在在熊市 其实我会想投的 或想买的NFT项目都是 我会确定它比较有价值 然后不会死掉 然后未来具有发展性 那我觉得10KTF都有打中这些点 所以它一直在我观望的雷达之中 就是我想彭低买进的范围的NFT项目之一 那我们现在就先从他的这个团队来介绍 因为我觉得他让人那么信任这个项目 也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团队 那他背后的团队呢 是一家叫做We New Moment的公司 那你可以来到We New Moment.com 里面可以看这个公司 他其实服务的一些客户有 比如说LVR 然后有温布敦等等的 他主要是帮这些 像帮LV做NFT 然后帮温布敦就Capture一些Moment 然后做成NFT 那其实他主要做什么 不是到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这个公司的team 他公司的四个co-founder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第一个co-founder呢 是Mike Winkelman Mike Winkelman可能你名字 就觉得有点陌生 但如果你讲到Beeple的话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是谁 所以Beeple除了在Selfibee 就是拍卖他的数位艺术品 拍卖出很高的价格以外 其实他在Web3 也是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influencer 就是他如果有站台 或是他有转发的项目 那个价格都会突然飙高 好那他的影响力 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多说了 那第二个人呢 叫做Michael Figge 那Michael Figge呢 他有一家公司叫Possible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Possible的主网页上 他就上面放了很多 他们帮各个艺人啊 或是活动做的一些视觉效果 像League of Legends啊 然后Ariana Grande 还有Lady Gaga 然后MTV的活动 还有 Cochella 然后Super Bowl 也是每一年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 还有总统大选的campaign 其实你看到他做的东西 其实你看到他做的东西都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客户也都是世界有名的 不管是企业或是人或是活动 所以他的影响力就是可想而知 那第三个人是Tim Smith 他其实介绍比较少 但他拥有一家公司叫做Blood Company 那主要就是做一些艺人的management和经纪等等的 那Guile Siri 相信有一些人大概应该也对他蛮熟悉 他除了跟Ape整个生态系的关系很好之外 他也是Wordow Women的代表人 然后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做艺人经纪 他有一些介绍是说 他是马丹娜和YouTube的经纪人 那所以也其实可以解释 为什么Madonna之前有买一个Blood 8这样 好所以看完这整个 应该算是非常非常有经验 而且有名的Tim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10KTF应该信心大增 那除此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可以注意到就是 你可以看到Possible这家公司啊 他后面的团队的人 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呈现的方式 进到他们的主题里面 所以有这样子的公司在背后打造这个项目 就可想而知 他应该还蛮具有前景 毕竟Metover是NFT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 好我们回到项目本身 你可以看到10KTF主要的这个人叫做 Wag Me Song We're all gonna make it 的简写 Wag Me Song 他目前现在有三个系列 那一开始第一个出现的系列就是这个10KTF 那其实要介绍这个项目啊 比较简单 但我也觉得比较麻烦的方式就是要跟随他整个故事来介绍 但他的故事真的很长很长 所以我已经有点不太敢介绍这项目 因为他可以真的讲一个小时多都不一定能讲得完 但好险我找到一个非常棒的文章 是中文的 然后他上面呢 有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故事的事件 然后他也把整个故事的大纲全部都放在上面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慢慢的来追他整个故事线 那我现在就讲一些他比较重要的事件 他比较重要的事件第一个当然就是去年9月17号 这个Wagmi Song呢 在新东京New Tokyo这个Metaverse 虚拟世界里开启了他的项目 开启了他的新的店面 一个像是裁缝店吧 然后呢 这个店面可以干嘛 他可以帮某七个项目 也就是这边Cool Cat啊 然后Pulchie Penguin啊 Board Ape等等这些项目呢 制造免费的鞋子跟背包 所以这时候如果就是back in time啊 那个9月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几个项目NFT的持有者呢 你可以到他们这个10KTF的网站连接你的钱包 然后呢制造出来长得像这样子的一个鞋子或背包 这是袜子 因为袜子是后来夹的 那一开始是鞋子和背包 像背包这样子 如果你的NFT是Cool Cat 他就把你的Cool Cat印在这背包上 那就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10KTF主要的系列都是 就是这些NFT的持有者 然后制造出来相对应的产品 那这边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可以要注意的点 就是其实不是每一个这个NFT都是平等的 那他不平等的地方不在于你是哪一个项目 你的Parent 你的父母项目是哪一个 不在于你是用是用Pungry Penguin制造的 还是用Board Ape制造的 他的不平等在于他的稀有度 就看这个袜子你真的看不出什么稀有度 但如果你到这个OpenSea呢 这旁边有Filter 你到这个Property这边 然后你会发现他有Common 就是这一般的 或是Uncommon 可以让你看到Uncommon呢 Uncommon 你有没有发现背景不一样呢 Uncommon的话背景会比较立体一点点 因为这多一个木造的老鼠 这边多一把刀 然后我们再看看Rare 更稀有一点的 更稀有一点点你会发现 变了两把刀 然后这个星球好像又变更立体一点了 猪猪变多了 好 然后最后再看到Epic Epic 哇猪猪超多 然后蝴蝶也很多 背景变得更立体 所以其实他的背景越立体 复杂度越高 代表这个NFT的稀有度越高 那这个稀有度可以干嘛呢 这稀有度其实就是关系到后面 他Token Lounge 他代币发行的 可以发行的 可以得到的数量 那我们等一下之后会再做解说 好 回归刚刚的故事线呢 哎 跑到哪 好 就是 所以他在一个 Limited Time 他在一个 限制的时间内 你拥有这些NFT的人 都可以去铸上你的背包和鞋子 那之后呢 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发生了 他有一个 在这个New Tokyo 在Melaverse的一个帮派 神秘帮派 神秘死对头 找上门来 来跟他说 我要给你收保护费 你如果没有要给我保护费的话 我就要 可能烧点啊 打你之类的 那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项目 他就安排了 他的一个故事线 就是这 哇米桑 他受伤了 那他必须要找到一些 可靠的人来 保护他这个裁缝店 剩下的一些材料和工具 那他要怎么找到 可靠的盟友呢 这时候他就讲说 他在他的商店后面呢 找到了六卷的胶卷 于是他拍了快照 那时熟悉NFT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快照就等于是空头 好没错 所以他这时候就是 拍了快照 之后呢 他把一些材料跟工具 空头给这些之前的 10KTF的NFT的拥有者 那就是根据刚刚我说的 你NFT的稀有程度呢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材料或工具 那这边都有在讲说 你稀有比如说common可以得到什么啊 你的rare可以得到什么等等的 那这些工具跟材料 就造就了他第二个NFT系列 就是这个10KTF的stockroom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橡皮啊 什么布啊 和皮革 这些都属于材料 那剩下的这些是 这个是什么 老师说我中文真的不知道 它好像就是保护手指的东西嘛 然后还有这个剪刀跟卷尺 这些都是属于工具 那工具呢 就是可以重复使用 那材料就是耗材 好 那当时的 The Holder呢 就被空头了这些东西 好 故事继续走下去 那继续走下去呢 之后呢 他有些事 当然终于有些事发生 就是 但是我们就跳到说 他发布了 你这些工具 究竟可以干嘛 好 原来呢 你这些工具 可以用来做这些 空白的帽子 空白的袜子 空白背包 空白衣服等等的 所以他就说 你需要剪刀跟线 你可以做个帽子 你需要这个这个这个 你可以做个衣服 所以呢 这时候才会出现 剩下这个 10KTF stockroom 剩下这些空白的袜子啊 背包啊 线什么的 所以你若买了这个 空白袜子 你就可以到他网站 然后如果你还持 你持有就是 他某些特定的NFT 你也可以制作成 你想要你自己 NFT的袜子 嗯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也许 想要买这个 制造一个属于你自己 Avatar的NFT 你就可以来这里 买这个空白的 好 那其实 嗯 其实说老实话 这样已经大致上介绍他 10KTF 这两个主要的NFT系列 是怎么来 怎么形成的 那其实我接下来就要跳过他 剩下的故事线 因为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长 那我刚刚说有兴趣 朋友可以另外再花时间去研究 那所以我现在就要讲说 如果你今天 呃 还没有进入他整个ecosystem 然后你听完这介绍 你也觉得非常有趣 你想要购买他的NFT 你到底要买什么呢 因为 就是也真的不知道 就是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如果我没有一直在follow 这个故事的话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嗯 如果你是资金有限的人 当然最近有有限 你也得要有一个0.78或0.8级的 以太币这个等级的人话 你可以考虑买这个10KTF的主线 你就可以买一个这个NFT 但是我会建议 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必须注意到 嗯 他现在总共有那么多个item嘛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挑Genesis的的NFT来购买 你可以buy now 然后你这边 其实他现在没有很多在买 真的非常diamond hand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选择 嗯 选择这property 就是选择Genesis 那什么是Genesis呢 Genesis的意思就是 如果这些NFT是在12月9号之前 铸造出来的话 他都把这些NFT是做Genesis的系列 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filter到buy now跟Genesis 那目前最便宜的一个是0.849 那另外一个分别你这个项目是不是 你这个NFT是不是Genesis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这边 如果你不是Genesis的话 你这边就有一个crafted的字 然后你是Genesis的话 你就这边就不会有任何字 那为什么我会想tellGenesis的来买呢 那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如果你有在follow他故事线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很多时候 他一些空头和一些奖励 他都会 这些奖励都会多给Genesis NFT的拥有者 所以如果我是要入门的话 我一定会选Genesis 因为他可以得到的奖励会比较多 那当然如果Genesis现在比crafted 还要贵很多的话 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 好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加入这个ecosystem的方式 就是买这个 买他10KTF的NFT 那买这个NFT我会期待什么呢 我应该会期待的事情是 就要再回到他的故事线 来讲他故事线呢 他在前面他刚刚有介绍说 他在商店后面有找到了 六卷的胶卷 他拍了快照 那我们其实可以再算这个故事线 他目前已经到截至今天为止 他已经拍了四次快照 他拍了四次快照 但他还有六个胶卷 所以他还剩下两卷胶卷 所以也就是他会再拍两次快照 那所以也许呢 我买了这个NFT 就可以符合他一些快照的资格 我不确定 因为都还没有人知道 后续的发展或后续的announcement 所以这也许是 之后这个系列会 涨价的其中的可能性之一 但也不是说 每次snapshot 就是你可以造福你 所有NFT的拥有者 他其中也有那个 guji drop那一次 那一次的快照呢 他就是只会空投给 好像前250个 拥有最多10kTF NFT的持有者这样 所以其实也都不一定 都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 好那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入门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有钱的投资者 那也许你可以考虑什么呢 你可以考虑买他 就是可以reusable 可以重复使用的 这三个工具 什么呢 这个三个工具呢 第一他数量非常的少 第二就是 我们刚刚有介绍过 这个Winu这个团队 那他其实服务的 客户非常非常多 那有一些品牌 他根本就还没有 完全的进到这个metaverse 那我可以想象 如果这些品牌 要进入metaverse的话 也许都会通过Winu 或是他们的品牌 有可能需要这个 Winu上的裁缝店 来帮他们做衣服 那时候做衣服 做鞋子 做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就有可能再次使用 再次使用到这些工具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 这些工具呢 你其实都可以把它 直押在他们的网站上 那所以 记得刚刚我们有讲说 故事里面 就是你如果要制造出 这些空白的袜子 跟帽子 你是需要这些工具 和材料的 那所以当有些人 他们想要制造出 这些空白的东西 来卖的时候 他们可能没有剪刀 那他们就可以上网站 跟你借这个剪刀 当剪刀被借出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 借的使用费吧 然后这使用费呢 就会回归于 回归到 把剪刀直押在网上的 这些NFT拥有者身上 所以 简单来说 你可以 直押这些 重复使用的工具 然后获得他们 一个很重要的代币 叫做New Tokyo的这个Token 那我刚刚说了 刚刚就是在介绍 这个团队的时候有讲 其实他们 这一座感觉是 能够很成功的 做出一个 Metaverse的一个团队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 Metaverse的话 你有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里面其实有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必须要有 这个Metaverse世界的代币 你要有钱啊 钱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几个 可以重复使用的工具呢 就可以把它Stake 然后帮你赚取这个 New Tokyo的代币 除此之外呢 你如果不想买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参加他们 五月推出的游戏 叫做Battletown 那这次游戏其实很简单 它也不是真的要打仗或干嘛的 那它其实就是你在它网页上 你选取你的Avatar 你可以用就是它这些合作项目的头像 如果你没有这些NFT的话 你也可以随机用一个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拥有10KTF的NFT 才可以玩它的游戏 那你要做的就是你选一个Avatar 然后如果说你的10KTF的NFT是个袜子 你就让你的Avatar穿上的袜子 然后出去出任务 然后每次出任务回来呢 你就会得到这个Token 你就会得到这个New Tokyo的代币 那当然你就是穿的袜子等级不一样 越高你得到代币也越高 那你穿戴的东西越多 你得到的代币等级也越多 比如说你穿了鞋子又背了背包 又穿了衣服带了帽子等等 整套出去 你可以得到的代币也就是有加成的效果 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买这个真的会买上映 就是我今天买了双袜子 然后我又想再配个一套 买一个帽子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获利的方式还蛮多的 第一个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买一个NFT 然后等它有可能快照的时候 有可能被airdrop东西 或是你买这个NFT去参加它这个TOKYO BATTLE的大战 然后获得这个代币 那我相信这个代币以后应该都是会有价值 大家都也都这样猜测和预期 如果没有价值的话 这个项目应该就是马上跌到谷底吧 好 那是第一个方式 那第二就是你买Stockroom的东西去支押 或是你arbitrage 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个空白袜子的价格升高了 然后材料但还维持在比较便宜的价格 你可是买这个 然后借工具做出这个 然后做出空白袜子 然后贩卖 其实它可以 它可以玩或可以获利的方式真的很多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会让我很想要投资这个项目的点 就是它真的很会出一些有的没有的消息 就是它常会说 这个有可能项目有可能跟比如说有可能跟Adidas的连结啊 所以就Adidas可能会在上面它的metaverse发行啊等等的 或是你可以看到之前它的图 看一下 这个图是当时这个店面刚开张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The Other Side的药水是一样的 或是它这个商店被烧掉重建之后 你又可以看到The Other Side的药水藏在这个上面摆饰这边 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猜测 然后这些猜测常常会使得它的价格又往上冲一波 所以其实价格起起伏伏的项目 对于获利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好那其实今天介绍很多 但它的资讯真的比我介绍的还要多很多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慢慢的看 然后慢慢的发掘 那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任何capital 完全没有任何钱 在投资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这项目很棒的地方是它也很奖励热衷于参与这项目的玩家 所以即使你没有它的NFT 但它每周四都会在它Discord有些活动 你很认真去参与很认真解谜很火药的时候 它也有可能会空投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给你 好那今天这个10KTF真的讲了很多 那就介绍到这边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好好的研究啊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